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野字可是暴露了你自己啊 胖哥 这你不能怪我了吧 我就送你俩字 呸欠 好了好了 我只想说啊 周三的神兔曹咱俩用了同一个笑话 结果欢迎兢兢的曹友们的各种批评教育 我都快无地自容了 这两天都没睡好 你瞅 我这眼袋都比那眼睛大了 没事 没事啊 这个就说明啊 曹友对咱们栏目重视 还看得仔细认真啊 别想了啊 听话 不过是哪笑话啊 还让咱俩想一块去了 就 就是看A片有马那个 我去 你也瞧了 啊 难道 难道你也 嗯 今天天不错啊 嗯 太阳是特别好 胖哥 曹友们说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原谅我 说来听听呗 在一起 我的那个神呐 曹友们 你们就饶了我吧 你说我这都有娃子人了 可别耽误人家黄花打闺女 是不是 嗯 她们还说 其实 其实我就是胖嫂 哎呦 完了完了 我都快成痘蛾了 媳妇 你在听呢吗 等着啊 我这就回去了 怎么任性怪你犯了错 是我给你自由过了错 哎 妹妹 我上午看你蹲墙脚那儿 恶狠狠的刷手机屏幕 这谁又招你了 啊 你说我就来气啊 哎 我朋友圈里有一姐们 发一照片 你说你发就发吧 我给你学一个啊 就 收肚子吸气 提臀垫脚尖 哎 然后她配了这么一句话 哎呦 最近又胖了 都八十斤了呢 哎 你说她怎么不去 当一户垫呢 正面一点点 侧面一条线 超薄看不见呀 哎呀 你这个诅咒也颓恨了 息怒 息怒啊 小伯儿 我知道你呀羡慕人家 不过你也不胖啊 哥不嫌弃你 你跟那英国第一胖比 你那体重才是人家领头 听过第一夫人第一帅哥第一美人 还没听过第一胖子呢 哎呦 那是得多胖啊 你可听清楚了啊 嗯 是四百四十四公斤 因为太胖了 这可怜的哥们啊 已经十年没有离开过家了 听说最近一年啊 嘿 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哎呦 真可怜 胖哥 你要庆幸 你是一个想坐就坐 想站就站 想躺就躺 想干就干的胖子 嗯 还好吧 我就是最近啊 洗澡的时候 感觉沐浴露用的 稍微多了点 不过呀 这可怜的胖子啊 终于有救了 英国啊 不有一第五频道吗 他们马上要 开播一个系列纪录片 叫 《拯救英国四百四十四公斤男子》 这小子啊 最近啊 努力结实呢 第一步 戒掉每天早上那二十四个尖蛋 二十四个 哎呦 我突然感觉对尖蛋 不会再爱了 哎呦 又没让你一回吃二十四个 小伯啊 作为你哥 我得负责任的跟你说 鸡蛋是一定要吃的 要不就你的脑子 反应得慢成什么样啊 反应 哎 和你这说我笨呢你 哎 我就是逗逗你 你看你老当真 其实这胖啊也有好处 你看我上大学那会儿 哎 自己抱着自己手臂睡觉 哎 就跟抱一妞睡觉一样 哎呦 那感觉爽死了 你这 你这心格真宽啊 对了 胖哥 你今天变乖了呀 怎么都没去抽烟啊 之前那做节目 翻不说你怎么又改话 这事能瞎说 我一直挺乖的 我什么时候抽烟啊 啊 对对对 对 你是三好男人 不过这抽烟可以当饭吃 没准还能减肥呢 嗯 这有什么新说法啊 湖北有个神仙奶奶 自从得了一次感冒以后呀 突然对吃饭失去了兴趣 十二年了 每天只喝几杯茶 每天抽一包烟 都七十三了 活着可好着呢 哇 人类终于发展出 自养生物的基因了 哎 原方 你怎么看呀 其实嘛 本人是不太相信的 但是想想看 现在咱们天天吃的都是毒 哎 没准不吃就能活 挺靠谱的呢 哎 专家呢 专家在哪里啊 我觉得不吃能瘦是真的 你怎么又聊到这话题了 别人都说 人的不快乐都源自于吃不饱 可是我的不快乐 怎么都源自于吃得太饱呢 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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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急哀吧 我看这胖子的烦恼啊 才应该排在最近的什么 全国最烦恼排行榜 最烦恼排行榜 这么犀利 让我想想啊 我说不下来 好烦啊 我没有男朋友 好烦啊 我又没钱了 太烦了 地铁又瘫痪了 太烦了 哎 我妈又拿我照片去公园相亲去了 太烦了吧 没有烦恼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吗 人哪总得有七情六欲 说明啊你还是个正常人 说得好像你不是正常人似的 就我看一新闻 我觉得咱们这对烦心事在他面前 那也都有小巫见大巫了 莫非 哎呀 是不是又什么 男朋友又有男朋友这种狗血经历啊 什么呀 你看你现在怎么天天脑子里想都是男朋友啊 是长春啊 有一小伙子和他哥们去水库玩 想着反正周围也没别人 就地换个泳裤不就得了 结果 换泳裤的时候 他那哥们在旁边疯狂按快门 我懂了 其实他这哥们暗恋他好久了吧 这回你还真猜错了 他那哥们从此就老拿这些裸照威胁他 老说要把他公布了 你说这俩人都挺熟的了 都请他吃了三顿饭了 还是不把这些照片给删了 那你说他能够烦吗 哎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哎 不怕神一样的敌人 就怕击逼的队友啊 没事 过几天咱们不是要去拓展训练吗 你呀可以偷偷排排加菲哥 然后咱们俩下个月就不愁吃了 我怎么这么聪明啊 哎呦 亏你想得出来 不过吧 我一看见他呀 我就老想起我自己 一想起我自己吧 嘿 我觉得特凄凉 啊 我没觉得加菲哥有这么胖啊 哎呦 他就是会穿那显瘦的衣服而已 那多少小姑娘 就被他那显瘦的外表给蒙蔽了 不行 我都瞧不下去了 你不要激动 反正啊 你也没有机会蒙蔽小姑娘了 对不对呀 得得得得 咱聊点别的行吧 我纵观了一下啊 最近的天下大事 发现这网上聊天啊 约炮啊什么的 你可真得谨慎 这年头骗子多多啊 哎 哎 你还记得上次加菲哥 嬷嬷上约那姑娘 说什么来着 说她是俄罗斯王室血统 哎呦 妈 我都快笑喷了 嘿嘿 赶紧告诉你加菲哥吧 下次聊姑娘啊 别忘了查什么IP地址啊 什么的 要不然聊一个 好 她大姑的二大爷的孙女的 什么的 嘿呦 好家伙 这惨了 世界之大 为何我们相遇 难道是兄妹 难道是亲戚 哎 对了 你中午跟那听那个 他不爱我 那谁唱的 好销魂呢 他不爱我 胖哥 我说你要不要这么好词啊 今年好声音冠军李奇唱的 你居然没听过 你不知道你胖哥 是个重事业 重家庭的好男生吗 根本没时间看什么娱乐节目 哎 话说 我听我媳妇提过几句 她好像特喜欢那个 就是那个 梳着小辫的那小男生 哎呀 原来嫂子也喜欢张伟啊 我也是 哎 对对 是叫张伟 哎 她怎么没进决赛啊 胖哥 您真是感觉不到 时间在流逝 还是怎么着啊 你是去年的好声音选手 好吗 哦 得 我跟你说啊 从此以后 我绝对绝对不会再让你说我out了 那什么直通春晚 不是就该开始了吗 什么快乐男生啊 好声音啊 梦之声啊 我跟你说 哥其实很前卫的 好好好 别人家都流行辣妈 以后胖哥你就是酷爸 不过啊 你得先给你闺女起个英文名 你没看湖南台那个爸爸去哪儿的节目吗 你看那一个个水灵灵的娃啊 看得我这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呢 哎呦 不用羡慕嫉妒恨 你给自己生一个呀 说得好 我不能再这么颓废下去了 我要当辣妈 一切皆有可能 哎 小伯 哎 你个麻将 我要去扎斯特都一特 嗯 啥 哎 别跟我整英语 哎呀呀 我就是说 我要去生麻 哎 你你别走啊 你跟谁生啊你 好了 又到了欢乐时光的时间 昨天呢 和我一个朋友吃饭 突然他一本正经的对我说道 以我之幸 灌你之名 可好 从他真切的眼神 我只好羞涩的回答道 好呀 结果 结果他说 哈哈哈哈 快叫干爹 但是 我梦见我女朋友把我甩了 然后没过几天 就跟我最好那哥们在一起了 我好怕这梦变成现实啊 施主放心 梦都是反的 哎呀 太好了 那是真的吗 嗯 据老纳策算 应该是先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 然后 把你甩了 昨晚睡觉的时候 不知道被什么生物在腰上蹬一大包 早上起来一看都肿了 担心中毒 所以我赶去医院挂了个专家号 内教一人多呀 好不容易轮到我了 我刚坐下医生就问 哎你怎么了 我赶紧站起来 掀衣服给他看 大夫 我这儿有个大红包 医生一把按住我 淡定的说道 噓 这事 这事待会儿再说 前几天啊 我坐公交车 看见一大妈 我先给她让个坐 就过去说 哎大妈 您坐我这儿吧 哎那大妈还挺客气 哎不用了 小伙子 你坐吧 我身体还硬朗着呢 说着啊 就把我摁回去了 两站以后 我又站起来了 哎 大娘她又把我摁回去了 她还说呀 谢了 我真的可以站着 哎呦 当时我都快哭了 大妈 我都坐过三站了 两站之前 我就该下车了 哈哈 咚咚咚咚 草友精华强来咯 草友 前多多1117在搜红 说了这么一个笑话 真人真事 昨天呀 他和朋友去喝酒 差不多都醉了 他们呢 就给一个外校的朋友讲 哎 给你美女电话 结果那朋友 二话不说就打过去了 这位草友说 他给的那个电话呢 是他们班主任的 四十多岁 喂 哪个呀你是 美女 神经病啊你 有脾气 我喜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位草友还说 小编啊 千万别把我名字 泄露出去呀 要是被他那个 外校朋友看见 又要给他找几个男朋友了 哈哈 好了 今天语音神吐槽就到这里 每次啊 我一遇到什么麻烦的时候 就会告诉自己 我只是浩瀚的银壳系中 有165颗卫星 和数以亿计小天体的太阳系里 一个赤道半径 有6378.2公里的地球上 再有着661个城市的中国 其中有着763万流动人口的北京中 一个不到100来斤的小姑娘 所以无论我遇到的困难有多大 都大不过我的体重对吗 今天呀 我把这些话送给亲爱的草友们 天塌了 还有姚明顶着呢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好好享受深秋的周末吧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